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那个位置上负责到底 中途退出算什么 检察长就那么一文不值吗 西部地检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 可黄神木却不管那些 他在乎的是凶手 只要能抓住凶手 检察长是谁对他而言 并不重要 特检办公室将设在中央地检 黄神木可以先开始组织调查小组 有英雄则已迫不及待 而徐东仔就不好过了 黄神木有了特权 第一个调查的肯定是他 徐东仔关上门 把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装起来 完事后 一脸淡定地打开门 让黄神木去搜 他趁机来到厕所 把东西藏进水箱 然后躲在隔壁 黄神木的人赶来 可什么也没找到 另一边 黄神木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中央地检 调查小组的人选 黄神木已经搞定 两位助理 尹科长 韩如真 小张和老同学 男助理之前收过徐东仔的钱 尹科长偷偷调查过黄神木 而老同学 自从出事后 就频繁出现 黄神木果然与常人不同 把敌人留在身边 调查小组就这样正式成立 黄神木公布第一个嫌疑人 徐东仔 2003年 朴武成酒驾肇事逃逸 被徐东仔以无嫌疑解案 这就是整件事的起点 韩如真去拿当时的案件报告书 小张负责去朴武成招待别人的饭店调查 尹科长负责帮朴武成运送资金的人 老同学则是门面担当 负责明天的记者发布会 男助理负责调查朴武成的银行账户 大家各司其职 李章俊突然上门拜访 总长要见黄神木 令人意外的是 李章俊竟然亲自为黄神木整理衣服 总长对黄神木非常满意 出来后 李章俊邀请黄神木去家里吃饭 小组其他人都已经去了 这顿饭他们不只要面对检察长 还有检察长夫人 检察长夫人可是绝对的豪门 搞到他们有点坐立不安 这还不够 检察长的岳父是李允范 手去一指的财阀 想好好吃顿饭显然是不可能了 黄神木带着大家离开 回去的路上 大家聊着各司的事情 刚刚检察长夫人问大家孩子的事 尹科长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 是因为没有孩子 没有孩子不是没生孩子 而是孩子死了 幼儿园交友的时候 一场交通事故 带走了尹科长孩子的生命 尹科长还为此停职了很长时间 这才刚复职没多久 另一边 黄神木回到办公室 他把白板转过来 原来背面才是他调查的结果 今天又得在上面加一个人 李章俊的妻子 他也不简单 事情现在错综复杂 他还没理出头绪来 不知不觉 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尹文秀来还衣服 怕他着凉 就帮他把衣服披上 然而不小心发出声音 把黄神木惊醒 这里是特检办公室 所有资料都属于机密 他让尹文秀立刻离开 可尹文秀不甘心 为什么不让他进特检 他也想加入 而且特别想 黄神木当然知道他的想法 有热情 也够努力 还会为了抓李章俊竭尽全力 但对不起 这里不是用来解恨的地方 小组其他人回来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还被人撞破 场面有点尴尬 尹文秀转身离开 李章俊家那顿饭什么也没吃 大家都饿着肚子 所以就买了点东西回来 尹文秀到底什么情况 黄神木不说 他们也不敢问 经过一天的调查 大家都有所收获 赵氏陶芽案的目击者 刚开始执任了朴武城 可一夜之间就推翻证词 朴武城经常招待别人的那个饭店 突然被税务局查封 黄神木又交给小张一个任务 护送一位关键证人 永一才的妻子 也就是永文秀的母亲 永一才收钱的事 他也有责任 当时正好过节 所以很多人送礼 对方送来一个箱子 他以为是水果 就没在意 永一才回来打开一看 竟然是一箱钱 箱子上贴着名片 永一才立刻打电话 让那人把钱拿走 这就是整件事的经过 徐东斋也被传犯 徐东斋对所有事都失口讽认 没证据 说什么都没用 领科长拿出照片 徐东斋这下傻了 原来他在厕所藏的东西 被男助理找到了 当然 这件事是黄神木的主意 黄神木知道他不会轻易就范 所以才故意给他留时间隐藏证据 为了不引起怀疑 只让助理拍了照 没把东西拿走 徐东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这下不甘得瑟了 楼下都是记者 为了给自己留点面子 他不想坐电梯下去 面对记者 想走楼梯安静地离开 收受贿赂的事被坐实 他受不了打击 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另一边 李章军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却突然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永一才 他对永一才一直抱有敬畏之心 永一才这次是来警告他 祸不及家人 这三年来 永一才一直替他们保守秘密 那个秘密他会一直带进坟墓 希望李章军他们也能信守诺言 黄石木虽然已经开始调查 但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开口 他希望李章军也能把这些话 转告给李允范 李允范让手下调查过黄石木的小组 他关心的不是调查进展到哪一步了 而是黄石木这个人 黄石木总给他一种不安的感觉 与此同时 海武真和小张找到经常拉家英的那个司机 从他那得知 去年夏天 把家英送到酒店后 他肚子疼进去上厕所 正好看到家英在大厅打电话 他想着对方可能是个有头有脸的人 万一用自己的手机 被查出来的话就完蛋了 他们来到那个酒店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家英来这里的次数还真不少 另一边 英科长突然向黄石木坦白 曾暗中调查过他 虽然很抱歉 但他也没办法 是上头的命令 调查结果他汇报给李章军了 女助理也突然交代 男助理虽然收了徐东仔的钱 但一毛都没花 全交给他 用来补贴搜查费用了 徐东仔还一直怪他 只拿钱不办事 家英那边也有点眉目了 每月都会去那个酒店几次 每次入住的时间都是周一 不过具体是跟哪个男人见面 就不得而知了 酒店费用全是家英用现金结的账 成文日报那边也打听过 关于爆料者是谁 他们好像也不知道 这次的事有点奇怪 他们明明知道西部地前的检察长 是韩祖集团李允范的女婿 可那种爆料还是被放了出来 他们一直都很保守 这次却一反常态 唯一的可能是成文和韩祖有仇 韩永珍和黄神木秘密会面 传唤有一才妻子的事 连他都不知道 他不理解黄神木为何要保密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 有必要这样吗 黄神木当然有他的用意 传唤有一才妻子的事 他不想被李章俊和韩祖集团的人知道 不想让李章俊知道 韩永珍理解 可这跟韩祖集团有什么关系 原来朴武诚曾拥有韩祖集团的股份 金额达到数百亿 黄神木的目标 不只是朴武诚的案子 他把背后那些人全部连根拔起 否则还会出现第二个朴武诚 黄神木让韩永珍调查过老同学 但是没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至于其他人 黄神木基本上都排除了嫌疑 他让男助理去厕所找证据 男助理没有给徐东仔通风报信 而尹科长也主动向他坦白 黄神木这种谁都不信的性格 让韩永珍也非常明淡 他也不知道黄神木到底信不信他 说不定正安排别人在调查他 黄神木当然不会这样 他现在最信任的人 就是韩永珍了 另一遍 徐东仔同楼梯上摔下来后 被送往医院 男助理在这里看着他 徐东仔被传唤后 部长成为了黄神木的下个目标 选黄神木当特检 就是看中了他这点 不在乎职位高低 只在乎对与错 这才是办实事的人 医院那边 男助理一觉醒来 徐东仔竟然不见了 从医院逃跑后 徐东仔直接去拜访李允范 现在能救他的 只有李允范了 然而李允范是什么人 这种小虾蜜他根本看不上 可徐东仔的一句话 让李允范动摇了 他知道李将军还隐瞒了一些事 另一边 除了徐东仔逃跑 医院还传来一个消息 佳英醒了 好了就说到这吧 秘密森林第九集的故事 到底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登登 喜欢的话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